好,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您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雲端硬碟的話呢 我們剛剛有稍微簡單介紹了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要麻煩您申請一下那個Google的帳號 那麼Google帳號的話呢 現在它Gmail的部分是10G 大概是10G 但是因為它是前一段開發者大會的時候 有宣布就把它整合在一起的 目前各位申請 或者現在使用中中文的部分 原則上還是就是 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雲端硬碟是5G 我們有這個數位教兵 教兵 有在給各位的軟體裡面拿 教兵現在不能拿來打對不對 拿來用在螢幕上就好了 好,那麼我們再看一下 好,那麼您在開始用之前呢 我們要先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 Google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搜尋對不對 但是有幾個新的趨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Google最近又變了 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老師 應該大部分老師用搜尋 還是以Google為主吧 比較少用雅虎吧 雅虎其實他已經不做搜尋已經很久了 各位應該知道 他,你們如果用搜尋 你會發現他是用誰 用病 病是誰的 所以他兩三年前就已經拱手讓人了 所以他現在搜尋的結果的部分 你如果仔細看 你可以到這邊來 如果老師你還不是很確定的 或者你不太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的 因為雅虎自己的本頁已經不行了 好 比如說我找這個 OK 那麼我點下去之後 您看一下 搜尋的結果 沒有時候看起來都是雅虎 但是你往最下面看 有沒有發現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叫POWER BY BIN 這樣知道了吧 真的 雅虎不做搜尋運動了 好 那麼我們回過來看 最近Google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叫知識服務 有沒有老師注意到 這個其實在一年多 還是兩年前 英文網站就有了 只是中文的部分一直還沒有推出 但是最近這個月才推出中文版 中文版 如果您沒有注意過的話呢 您可以到這邊 您從這邊來 好 比如說老師您要找什麼樣的關鍵字呢 最近有沒有 比較想查什麼關鍵字 蛤 還是都只找土 不會啦 好啦 我們 蛤 我們找這個周董好了啦 好 找到之後 你們有沒有發現 哪裡不一樣 右手邊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有沒有 右手邊不一樣的 多了一個整合的東西 以往我們在做所謂的搜尋 搜尋 搜尋的時候 我們都只能在哪裡 是在左手邊 想辦法自己找到 想要的資料嘛 但是 因為一頭髮鼓好多喔 你根本 有時候 不太清楚 那麼各位回想一下 我們以前所謂的查字典 或者查百科全數 它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會把你所要找的資料 是先做一個基本的整理 讓你有一個先有基本概念 這個就是知識服務的一個 最基本的原則 所以您從右手邊這邊 從右手邊這邊 就可以發現說 欸 它的基本資料的 還有什麼 生日 對不對 在哪裡出生的 幾歲都有嘛 欸 如果是女生的話 你看連身高都有 對不對 對 如果是女生 可能會多一些東西 哈哈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跟他有關的 是不是也都會列出來 對不對 那 您看喔 再往下走喔 歌曲 有沒有 專輯 甚至拍哪些電影 那麼 他甚至會幫你整理說 欸哪些人跟他有關係 男的你可以不知道 女的怎麼可以不知道 他跟誰有關係 對不對 好 那 重點是 就是點了他 上面還會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一塊不一樣的 有沒有 因為點了他之後 右手邊是換成他的 那 跟他有相關的人 都一起再怎麼樣 再繼續列出來 所以你可以 從一個人 再怎麼樣 再找到很多人 所以 比如說你看到他 你在往下走 赤壁 對不對 好 跟他有相關的 那你的點 欸 又 往外又延伸出去了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樣 我們在找東西的時候 好像 可以比較快 甚至又延伸出更多東西來 因為有時候 我們找 想到的關鍵字 只是其中一個 可是你透過這種方式 欸 好像 蜘蛛網這樣連出去的話 會更完整 這個就是 知識突破 知識突破 所以這個是 我們現在 Google本身就有一個改變 那 另外一個 找圖片 請問 大家有沒有用過Google 或者應該這樣講 有沒有上網找圖片過 一定有 請問 你都怎麼找 糟糕 就找關鍵字 然後 圖片 那完了 哈哈哈哈 請問 你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 這個人我認識啊 可是我叫不出名字 可是我叫不出名字 這幅畫我看過 這個地方我去過 哈哈 但是講不出來 請問你要給他什麼關鍵字 就是 不知名的地方 哈哈 這樣只會找到不知名的地方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找看看好不好 其實 事實上 找圖片它有很多種方法 只是這個方法 我發現很奇怪 這個其實 不是最近推出的 已經推出好一段時間 只是好像大家都沒有 比較少用過 好 那這裡呢 我們來找 我找個 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哎 比如說 這個這個 找看看有什麼圖 我這邊好像沒有太多的圖 我這個有money的 好 請問 如果你看到這一張 你要用什麼關鍵字 money 還有呢 看一下是美金還是那個 哈哈哈 美金就比較值錢對不對 哈哈哈 那 你看到這個 你用什麼關鍵字找 不太知道 對不對 也許你可以用 錢 是可以找到一部分 可是不見得 夠 那我們就 或者你看像這裡 還有一個 蝴蝶嘛 如果我要找這個怎麼辦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的圖 我們會遇到幾種情景 比如說 也許我有這張圖了 然後 但是我發現 解析不夠 或者我想要再找到 跟這張圖有相關的資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 按著它 這樣 這樣 所以 你一定聽過一件新聞上常常用的一個名詞 就是這樣 人肉搜索 這個人 有沒有 我認識 哈哈 我看過 就有畫面啊 就丟上去啊 那 原則上 當然它不是那個 國安局的齁 所以 準確度沒有那麼高 但是 只要這個人 在網路上的活動度 比較高的 其實蠻容易找到的 老實講 當然 Facebook的是找不到 Facebook要登錄才行嘛 那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把他丟上來 有沒有發現 就可以找到很多跟他相關的 而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有一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以往你用關鍵字搜尋 是只有關鍵字嘛 就在右手邊而已 這邊是不會變那一張字的 好 那 而且你發現了 你放上去之後 它也順便怎麼樣呢 幫你找到說 欸 這一張圖 可能用的關鍵字 是這幾個 有沒有 那這樣我就可以找到很多 找到很多 那麼 因為我們是找圖 所以你可以找看 你看這有所有的大小 你可以看看說 喔 這張圖裡面 所有大小的 比如說我剛剛那張解析度是比較小 我利用這個方式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找到 你看 3600乘4162 有沒有很大 這個是多大 1200萬像素啦 這樣我在用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好用 尤其是你要做那個輸出的時候 你們了解這個意思 那麼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找到什麼呢 跟這張圖片相關的網頁的資訊 甚至呢 比如說 像我剛剛這樣講 欸我想要找什麼 看起來類似的圖片喔 欸我發現說 啊剛剛那張不夠漂亮 欸可能我再找一張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 我這一張 你也可以這樣按著它丟進來 所以你找圖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圖已經在你這裡了 但是網路上你不知道怎麼找 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有了關鍵字之後 欸我找一找 發現這張圖片比較適合 我就拿這一張 再拿來丟上去 再把它丟上去 就找到跟它相關的 那麼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你如果是用IE的 請不要自取其入 這種方法不行 只有Google跟火鍋可以 當然蘋果搜尋也可以啦 齁 就是只有IE不行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說 我現在 其實說真的我現在用IE的機會很少 只有幾個情形不得已 比如說哪裡去網路銀行 因為網路銀行 他們都很多 ActiveX 那種原件是只有微軟的 所以 不得已的話才會用 不然的話 只要有其他選擇 我絕對不會都可以了 事實上 我現在連那個Office 我用的機會比較少 我覺得有點高興 因為終於可以 多多少少擺脫一下微軟 這位系統可能還沒有辦法 但是 事實上 等一下我們介紹這個 雲端硬體裡面 你有一部分 其實是可以 脫離微軟的那個 Office的控制 事實上 我電腦裡面 我現在用的Office 我就不是 主要用的就不是微軟的 而是這個 OpenOffice 或離開Office 因為這個都是免費的 事實上現在相容性點還蠻高的 所以 有機會再跟各位介紹 所以 我們剛剛講的兩個 搜尋引擎 比較重要的趨勢 這個蠻重要的 您可以參考一下 那麼下面這個呢 Google研究室 又推出什麼 表格搜尋啊 這個 我想你可以去找一找 甚至它現在最近還推出了什麼 可以幫你直接辨識相片裡面 反正我們的照片 反正你照了什麼 不知道嘛 除非你有給關鍵字對不對 現在它也可以辨識喔 只不過這個部分呢 目前能夠辨識的是以英文為主 以英文為主 也就是說 你可能 你找到一堆照片之後 你想要找 什麼關鍵字 你打進去 它就自動把你搜尋 照片裡面有沒有那個關鍵字 就照片裡面喔 所以 越來越厲害了 越來越厲害 那下面這個呢 可能如果有些老師 您在做一些研究 可能要 有那個專利的部分的話 現在Google 也有推出專利的搜尋 好 專利的搜尋 事實上 您可以看一下 如果您在用這個搜尋的時候 Google的搜尋 您看到這裡有更多搜尋 不是 更多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專利 這個都是最近多出來的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 所以可能 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Google 它做的都是比較系統式的 那這也是它的專長 所以 雲端硬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你要找資料的時候 絕對比你在自己的電腦上找快 DNR速度快很多 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囉